在健美界,一般人们说到使用科技 指的就是注射肋骨醇 健康男性的荔枝每天能够分泌4-9克的稿酮 当你的身体里注射了万元合成稿酮之后 身体会产生一系列的转化 帮助我们合成更多的蛋白质 这个就是科技增肌 这种形式能够增加肌肉类细胞核的数量 你身体当中的肌核越多 你就可以建立更大的肌肉组织 而肌核一旦产生之后 就会永远的存在于肌肉纤维当中 哪怕以后不再使用科技 这些肌核的存在也能提升你的增肌能力 正是因为如此 体育界一直在呼吁 一个运动员如果被查出用药之后 就应该被终身禁赛 因为即便他以后不再使用科技 他超强的增肌能力 也会使得比赛变得不再公平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为期十周的实验 向我们揭示了科技对于增肌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研究人员把43名男性分成了四组 第一组的人不做任何干预 不健身也不用科技 最终实验结果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第二组的男性虽然不健身 但是每周被注射了600毫克的外缘搞铜 结果竟然增加了7磅 也就是3公斤多的肌肉 第三组的男性只做自然训练 辛苦了10周之后 他们增加了4磅肌肉 到了第四组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科技训练组的男性 竟然增加了13磅 也就是5.9公斤的肌肉 这可是自然增肌速度的三倍 平均每天增肌0.08公斤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形象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 如果以这样的速度增肌 一年将会增加至少30公斤的纯肌肉 其实除了增肌能力开挂之外 在减脂方面 肋骨唇也是一把好手 它能够增加新陈代谢的速度 让脂肪酸更快地从脂肪细胞里释放出来 加速它的氧化 同时还能够避免新的脂肪细胞产生 甚至对于减少腰腹部的脂肪 都有明显的效果 这简直就是梦中情C 正是因为以上的种种好处 才导致了很多人对它的趋之若鹜 不过正像它带来的种种诱惑一样 在它的背面 还有很多更加可怕的副作用 我将会在另外一期里详细介绍 最后说一句 科技有风险 做C需谨慎